大家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 拿音及其相关的汉字 我们祖宗把我们人类所有行为 动作 当中跟手有关系的称之为拿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拿音 祖宗最早赋予拿音拿字的时候呢 就是花了好多手啊 好多事物 意思呢 就是所有跟手有关系的我们行为动作啊 通称为拿啊 有这么一个拿字 那么演变到我们今天呢 就是拿取合手上下结构这个拿字 当然了 这个字的写法呢 也有很多 到今天啊 也有好几种写法 那么你比如说合手我们习惯于使用的就是上下结构 当然了 你左右结构啊 左和右手啊 也行 也是个拿字 甚至于你就是和祖宗当时一样 到处都是手啊 三个手嘛 啊 也叫做拿啊 上面一个手 下面两个手 或者上面一个和下面两个手 下面三个手啊 都是这么一个含义 这是我们啊 这个那字 这个演变的过程啊 到今天呢 有的还在用实际上呢 主要使用的就是上下结构啊 这么一个拿字 那么这个拿字的含义啊 有了 所以那么你具体到用手去怎么处理呢 所以这个范围很广很大 主要的就是用手去接触 去碰触 去抓取 去握紧 去掌握啊 或者用手去怎么笔划啊 通通啊 就是这么一个含义啊 后来呢 我们祖宗有了工具啊 刀枪剑机服用钩插 到我们现在呢 有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啊 甚至于装置啊 很复杂的 我们都是用手去操作啊 去运作 去接触 去碰 去控制 那么 所以呢这个拿的含义呢 也广泛了起来 甚至于以后我们有了这个组织 有党 有派 有国家 有乡 有省 啊 有村啊 一种集体的 这种所谓的行为啊 也叫做拿 嗯 都是跟手有关系 话又说回来了 大部分我们人类这种行为动作都跟手有关系 偶尔用脚 脚主要是用来走路 支持这个手的 有时候也会用脚踹 用脚踢 啊 用膝盖顶啊 那都是一些辅助的 还是未熟 所以这个拿字呢 最初的时候基本上含义无所不包 到今天呢 因为我们有了其他音字的变化呢 取代了啊 我们行为动作 因为行为动作知道白了 人的主要行为动作就是靠手来完成的 这也是我们人类处于灵长类顶端的一个显著的区别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征 所以呢 有了各种各样拿的含义啊 甚至于捏啊 去凌辱啊 去羞辱啊 也都用这一个什么逮捕啊 占领啊 通通的啊 你都可以拿啊 甚至于呢 你去购买也叫拿啊 拿一块土地 就是购买了一块土地嘛 拿货啊 等等 嗯 具体的含义呢 大家自己去 呃 这个 查一证啊 查阅 那么主要的含义呢 还就是用手啊 去处理啊 有这么一个含义吧 那么当然拓展归拓展 呃 也是从那拓展来的 那么实际上呢 呃 我们用手去完成一些行为动作呢 啊 有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 你手要处理的这个对象 那么 呃 是什么 那么那个也叫做拿啊 呃 但是呢 就是指着 呃 一个 那里的那啊 那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手要处理的时候呢 那么 其实主要的就是去 改变 去 某种程度上的移动啊 或者是运输 那么用手啊 来协助 主要他来操作完成 所以呢 这就牵扯到 你去 呃 拿的这个对象啊 呃 的 语及时空啊 这么一个 呃 含义 在里面 所以呢 那么你拿的对象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拿的啊 呃 在什么地点呢 啊 嗯 这个拿的是什么呢 哎 那么有这么一个含义 就用这个那字啊 来表示了 其实呢 这个那字呢 是我们人类啊 自潜移默化形成的一种约定俗称 就是指任何一个个体身体以外的通通称作那啊 以内呢 称作呃 那的对方叫叫这或者等等吧 内哎 所以这个那也跟内的有关系 当然了我们这个呃 这最初的后来其实这个那字的边界非常的模糊 也没有谁给这一个定义啊 通常呢 就是大家一说都清楚啊 因为语言文字就是协助大家明白这种信息的交流的嘛 啊 那么因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范围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称之为那啊 呃 所以有比较远的地上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房子就是我自己啊 我能控制的就属于我的范围就叫这啊 那么这以外的啊 就叫做那 所以呢 有时候这个那字又比较遥远 甚至于国家那国啊 那个国家啊 主要的呢 是指这手处理这个对象啊 包含所有的整个整个概念 整个范围在里头 所谓的时间啊 地点啊 处理的对象 拿的对象啊 通通称作那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那字 那么正好跟这个手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嘛 你处理这个事情的行为啊 你不能空手啊 也可以说叫那 当然你也就是握拳啊 那么你实际上也叫那 你握嘛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那字 那么后来呢 因为有这个疑问啊 所谓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你需要发声啊 去询问啊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啊 什么东西 去怎么处理 那么就有个口字旁 那是值得大家交流 那么这些信息 你比如说有需要别人帮助 你叫别人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动作 完成这个工程 完成这个行为 那别人可能不知道 大家要协调一致嘛 就要进行交流 交流来用手处理啊 这些手以外的这个行为动作以外的 所有的啊 有关的信息 或者 内容啊 通通都叫做 拿啊 用加个口字 大家要交流的啊 所有的信息 其实呢 最早的时候 口字旁和没口字旁的那字呢 都一个含义 当然了 我们今天约定俗成的这个 有口字旁的是有疑问 大家需要交流 所以呢 往往 有问号 有问题的时候 用这个哪字 那么 大家进行这个交流的时候呢 那么 由于啊 是分工协作 距离比较远 刚才们分享了嘛 就是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呢 大家又进行交流 那就要声音要大一些 所以就有了那字 另外一个那字 就是说这个口字旁加个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喊 因为祖宗啊 到今天我们好多这个交通啊 就是这个交流啊 语言沟通啊 也是靠喊 因为近距离的嘛 那么声音大 远了就叫声音大 你小声说 也听不到 但是呢 这实际上呢 你大声啊 叫那 小声呢 也叫那 但是有时候 我们会有其他的声音 那 那啊 等等 这个后面不跟他分享 就算小声音的这种交流 也是这个字 其实呢 就是指手处理 我们日常行为 动作过程当中 需要语言上的一种辅助 那么所以呢 这个那呢 有那还那时候 有一种促进啊 这个助力啊 和勉一样的含义 所以也有这个口字旁 这个那 内啊 口内 这个那 有这么一层含义 大家自己去从一些文章当中 文献当中 可以感受到啊 他所谓这个勉励啊 这种一种辅助性的 鼓励性的啊 稍微搭议一下的啊 注意一下的 这么一层含义 大家自己去查 那么祖宗呢 在整个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通过手续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你说白了 主要就是啊 主要含义啊 这个那呢 到今天沉淀的也是 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就是未知的改变啊 所谓的运输啊 或者挪动啊 那么这么一层含义 最初也是这个含义 所以呢 后面的那的呢 都跟这个最初的含义息息相关 你比如说 我们要用手去处理草啊 木啊 树条子啊 那么这些比较容易蓬松啊 占领空间比较大的 这个事物的时候 那么往往呢 会借助工具 所以工具也是我们手去操作的 那么什么样的工具呢 就所谓的绳子啊 就是呃 这个 丝子旁呢 这个纳子就出现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丝最早祖宗用绳子 很有力的 就是这个丝啊 啊 往往这个丝啊 又细啊 你嗯 多少骨 整一块以后呢 那个力量很大 不压于这个皮啊 嗯 这个等等吧 类似于藤条之类的 那么所以往往我们这个绳子 都是绞丝盆 哈哈 绞绳子 都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需要他去把它捆扎 啊 绑扎 约束啊 有了这么一个纳子 那么你把他捆扎到一起 整合到一起 收拢到一起 尽量占小的企迹 便于我们去拿嘛 啊 去转移 去运输 去改变 所以呢 有了这么一个纳子 就是通过绳子 绳索啊 来把这个纳啊 进行约束规范啊 整理这个含义 所以呢 这个纳子往往跟我们手拿 合手啊 有含义 呃 有时候会有重叠 我们跟大家说过嘛 一个音啊 基本上都是从那发展出来的 有时候那么他们之间会相互交叉 去使用 所以这个纳呢 也有接受啊 也有啊 控制啊 也有等等啊 纳的含义在里头 那么主要的呢 还是说的 治愈什么什么之下 治愈绳子啊 这个纳啊 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还有呢 这是说我们需要绳子裙包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啊 需要去挤压啊 嗯 挤压以后呢 他的体积也会缩小啊 所以就按纳的 按纳的这个纳字啊 有按的意思 就是挤压的意思 那么一个铁手 加个耐的啊 这么一个字 纯指挤压 实际上和绳子的作用是一样 只不过呢 在这种用手直接去做 或者用其他的工具 而非绳子以外的啊 也有这么一个纳的啊 那耐的那啊 那么这个字呢 主要就是指着按压啊 你不管是大力还是小力 嗯 后来呢 那么我们也叫挤压出水啊 也叫纳菜啊 纳水啊 那么也用这个 他主要是通过挤压 使水出来啊 或者达到我们啊 的这个行为动作的目的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纳字啊 就是按压啊 也有触碰的意思啊 那么 那么再后来呢 呃 就是这个 用丝啊 这个线啊 去处理的时候 我们也有就是连接啊 呃 去约束啊 控制啊 那么比如说 那些底子啊 这个鞋啊 那个底啊 你要叫它结实吗 尽量挤压在一块儿啊 用线上下来回这个穿梭啊 那么把这个叫做老老实实的结合在一块儿 后来呢 就是缝补也用这个纳 因为主要是用丝嘛 啊 用线 那么纳仙底 纳仙垫啊 那么当然了 也有纳衣服 缝补衣服嘛 那么再后来呢 由于我们有了出家人啊 所谓的有了啊 学佛的啊 这个僧人 那么他们穿的衣服啊 呃 他自称也叫做纳啊 有衣子旁这个纳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出家人啊 呃 出家了 家都不要了 舍弃一切所谓的物质 抵御物质的诱惑 其实呢 祖宗的隐隐约约啊 一认识到我们人 生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来明白道理的 要去参道物道 明道行道啊 嘿嘿 等等吧 那么就有了出家人 大家有了这个一个共同的认知 想去找寻啊 这个世界万物背后的这个天道法则啊 所谓的佛法 那么这些人呢 往往也知道 我们之所以找不到呢 是由于沉寂于物质啊 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吧 那么要摆脱一些物质的诱惑 物质的捆绑 物质的约束 物质的这个迷惑 那么才有出家人 出家人 那么只有一身衣服啊 说一个饭碗叫波嘛 我们在波音里头 他跟大家做了分享 那么他往往呢 就认为在自己身上那个衣服呢 要実施提醒自己 要约束自己 要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啊 规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就和那个纳子一样 捆绑一样 所以呢 这个僧人往往认识到这一层 就借助这个衣服 因为只有这一身衣啊 那么也叫纳衣 就意思了约束自己 让自己适可警醒啊 自己啊 要约束自己 要跟这个物质啊 要明明白白的相处 认识到生命的原理 那么这个衣服也叫做纳衣啊 或者就叫纳 那后来呢 有高僧大德 明白这其中的这个原理 称自己称之为纳 就是说我是懂得自我约束 自我检点 自我控制的人啊 往往都是上了年级的 有了一定的这个 呃 经验啊 有了一定的知识 有了一定的认知以后 往往称老纳啊 当然 很多现在已经不明白是啥意思 排成纳 就是指纳衣啊 就是僧衣啊 老纳就是老和尚啊 那么这一个含义呢 今天呢 我们只能说啊 意思知道 究竟怎么一会儿实际上也是跟 为什么跟纳有关系呢 那也是这么慢慢演变而来的 那么当然了 这个纳的字啊 也很多 因为都跟手有关系 嗯 有草木重树啊 金木水火土都有 当然我们 嗯 后来 呃 纳子呢 就是这个化学元素 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绿化纳 那绿化纳 为什么我们也用这个 纳的呢 它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盐啊 绿化纳啊 呃 能够 把水 冲一些东西当中去纳出来啊 所以我们要纳水 就是撒水 也叫撒水 把水去撒出来啊 等等挤出来啊 叫它渗透出来 压出来啊 有这么一个纳的金子袍 那是化学呃 元素之一吧 啊 一种金属啊 大家自己就查 有一个金子袍的啊 那么关于啊 这个纳字呢 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就这么几个 其他的呢 嗯 一下子 有一点了解啊 就可以了 关于纳因 及其相关的汉字呢 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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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